为什么说宋朝不能一统天下都怪宋太宗赵光义? 宋太宗赵光义? 失去了汉唐重文尚武的雄风,文贵武剑,这才是两宋军事不振的根本原因,虽然说宋朝不能统一天下不能都怪宋太宗赵光义,但是他要负大部分责任。 宋太宗赵光义? 宋太宗赵光义为宋太宗赵光义之地,北宋第二位皇帝,因为尚未有著竹影俯升的谜团,所以宋太宗立志做一番事业,两次北伐辽国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。 按理说北宋之前的后周是宗柴荣期间,就北伐过辽国一路是如破竹,而且历经图治留下一片大好局面,宋太祖赵光义陈桥兵便篡位建立北宋后,继续历经图治,并且先后灭亡南方割据是历经南、武平、后蜀、南汉、南唐等。 可以说宋太宗赵光义给宋太宗留下一片大好基业,两次北伐消灭不了疗潮,最起码收回燕云十六州应该没问题,结果没想到失败了。 北伐两次,第一次北伐是太平新国四年,979年,当时形势一片大好,先消灭了北方割据势力北汉,宋太宗不安军事,不顾重将反对非要成胜追击, 虽然在辽高亮和之战中亲临战场但并没有挽回失败的局面,还受伤中建成旅车仓皇逃跑,以失败告终。 第二次北伐是庸西三年,986年,赵光义派遣潘美、杨叶、田仲、曹斌、崔燕进五位大江分东中西三路进军辽国, 宋太宗采取江中从玉瑶控指挥大军,或赐于正途或将赵兽以方略,运筹于深宫之中,而致败于千里之外。 这次北伐也失败了。 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,因为胡乱指挥,打光了宋太祖留下的家地,从此收复燕云十六周无望, 当时名义上臣服的西北李氏因为宋太宗薛齐兵权,族人李继迁反叛大败宋军,并且被辽国封为下国王,是为西夏前身,可以说西夏在宋太宗时代已经是时尚独立了。 宋太宗时代北方燕云十六周没有收回,西北造成西夏是时尚的独立,可见宋太宗军世上的无能和埋下的诸多隐患。 对外步行宋太宗开始将重心转移到队内,加深了众文清武的政策,虽然造就了两宋文学昌盛的局面,但是其清武太过严重, 加大将从中欲政策,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,建立了疏密院三雅统兵的军事体制,其好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,坏处在于最高军事指挥权在于皇帝之首,碰上那种有军事才能的皇帝还好,但是长于深宫的皇帝又有几个懂军事的,这也是两宋军事不振的原因所在。 宋太宗的做法虽然有助矫正唐末以来翻阵离力武将拥兵自重的现象,但是矫正过度后一阵太过严重,造成了文贵武剑,甚至百姓以文人为荣,入武当兵为耻, 在精神上阴割了汉堂以来重文尚武精神,使宋朝走了重文轻武的畸形发展之路,这种发展之下,宋朝统一天下也是痴心妄想。 当然客观来说宋朝不能统一天下,不能都怪宋太宗,他只是负大多责任,像宋太祖时代早就定下了重文轻武的政策,宋太宗之后的宋朝皇帝不争气也是一方面原因。 宋朝之后原明星虽然没有宋朝这般严重,但也还是在重文轻武的框架之下发展,大力阻碍了中国的发展。 秦朝时将遇三百多万,汉朝时六百多万,唐朝巅峰时期一千二百万,可以说在重文尚武的开拓精神下,这些朝代都是稳步的开疆拓土,而宋朝重文清无以后,除了异类元朝,明星时期都是守城, 当然清朝还好一些巩固了之前历朝历代统治过的边缘地区,但也在没有汉唐时期的开拓雄风了,重文清无之害由此可见。